中期 广告片和本人根本判若两人 冒院几路凤水落泡简直太离谱 恐怕是怕陈其背后的大咖被拉出来 陈其玉涉嫌逃台言十一意怨才哀哄 让人落拍响 10月2号发布通气后 整整八天难见连茶器专刊都没灯 被各界罵翻后才张陈其玉进二人前的头皮照 当时他皮顶至头发无可以油 让跟现在满脸皱纹发色 根本派人不放后就在嘲笑吗 对啦 这样才抓不到 想把人放走 建方干脆PO他的国中毕业照 被炮红后建方赶紧换了张媒体进照 但三年前台言就爆发毕业 台言四度寒送检调却没下文 如今地缘不羁压 建方又没监控 连通气都放到20年前的旧照 网友看看民进党就差没知派专家 不羁压建方又没监控 连通气都放到20年前的旧照 网友看看民进党丢查没知派专家 送他逃跑 放水放到铺天 被瞎子都看得出来 想放走他的决心 看来比齐来生还坚定 男警院就很主席 要命当 谁要管他 实际上是放他 这是被决定X 要他限定换回 让给大家来看 南昊这升官吗 背后有什么样的政治势力的介入呢 陈其玉背后大咖到底谁 专家说国外光源一度电成本2到4块 在台湾却要5到6块 难道陈其玉背后有洞游国本的大咖 才让建调打死不敢抓到他 在本政府 是很大咖啦 就是非常核心的物 陈其玉只是那个派大佬 运走为我的一个棋子吗 放在台言 公救就是要保护罪上的人 据传闻高层也都有了 一直到日本的前一者说 越南了 而且也购置房产 高空11亿人不是想救跑掉 网友凤 院前一路放水 凤德 尤其玉背后